另外一条新闻上面来讲就是苏贞昌行政院长苏贞昌 那巡礼 那到这个 防灾指挥中心去坐镇的时候 那就开始通过电话连线嘛叫叫这个叫叫那个 那因为这个台风是靠在台湾的身上 那主要是靠在北台湾东台湾 的身上 所以他连线的对象主要的就就是北台湾跟东台湾 但是跟花莲线要连线的时候 出了些状况 事后的了解 当时的花莲县政府花莲县长 徐真卫 我不认识他 我我当知道他是傅昆琪的太太 那现在的花莲县长 徐真卫呢 正在急着跟 因为那是早上的时间 这种的这种的所谓的防防灾秀多半就是都是早上的时间开始当所有的媒体上班了都到了之后 那都部署完成了防灾秀上演 上演的时候的苏贞昌就开始连线 连线没有关系啊连线但是徐真卫在当时正在跟气象局的在连线 正在跟气象局的确定台风的最新的情况 要来决定的他们要到底要不要放台风架 可是呢这时候呢 苏贞昌开始不耐烦 不耐烦就连线不顺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这种的关关枪 我还要等多久 我还要等多久 这好像是一首歌 算了 当 苏贞昌的要透过呢连线要求看到各种的各种的情况 那防灾连线的连不上 苏贞昌的又发火了 我不是行政院长不能够不能够 发火 文王一怒安天下 文王为什么一怒安天下 中文王他既然叫做文文王 基本上就说当他的伺号是文王的时候呢 就是告诉你 他不是一个 一个平常很霸气 很嚣张很张牙舞爪 然后倒动不动的大大声讲话 然后呢耍耍这种的 官威 然后呢用各种的这种的制度性的暴力 要要去达到的就是说统治的权威性 他就周文王 但是 为什么文王一怒安天下 就是那个怒啊 第一个 不要常怒 你常怒之后就就没有人理你了 一个一天到晚都在发发脾气的 大家除了讨厌你之外 我都躲你躲的远一点 文王一怒安天下 是因为他只有一怒啊 如果文王一天到晚怒 慢慢大家就就管你在这在怒些什么 我根本听多不不想听看你那个腔到嘴脸就讨厌了 苏贞昌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 一天到晚怒 那怒怒什么东西 怒的有没有道理 当你怒错的时候你会不会道歉了 我说有时候怒错了没有没有关系 就发发脾气有时候发错吗 人有时候搞不清楚状况 即使苏贞昌当过屏东县长 当过呢当过呢这个台北县长 当了这么这么多的长地方的事务呢当然是了解的 但是苏贞昌目前 最不了解的就是行政院长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做在那个位置上面 一个 九合一选举大败三三十万票 民进党所输掉的选票 苏贞昌一个人的大概就占了五五分之一 你输掉这么多的选票 结果选完了没多久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蔡英文问你说你也请问你愿意当行 行政院长吗 Yes I do 就当了行政院长 我说实在正常人 不要说我我相信绝大部分人 刚经过了一个呢重大的重大的挫败的败选 输得这么难看 但今天你你回头去看 你看到侯友宜在 在担任呢 担任新北市长就到现在为止 将近一年的表现 你再看看这次 当新北市有可能成为这个叫做呢 这个米塔台台风的 攻击区域 侯友宜在防灾的过程当中的表现 我相信大部分新北市民就是 加债 我算对啊 所以侯友宜是对的 加债 无不算 苏苏 苏苏 老管顶 可是 你苏贞昌 当文王一怒安天下的时候怒 而且可以安天下 因为你少怒 而且要怒的对 第一个怒不能多 第二个要怒的怒的对 那你如果一天到晚怒 而且又常常怒错 那怎么可能安天下 烦都烦都烦死你了 那 苏贞昌现在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 每天出来 跟 政治上面的对手 跟在野党 找架吵的感觉 苏贞昌最近的表现一个行政院长的表现来来讲 虽然败军之将啊 但是败军之将我们说败军之将岂可沿用就是 当你刚刚在一场的战斗一场的比赛当中落败的时候 虽然我们说胜不交败不哪 你不要你不要不要弃哪是一回事情 可是 在心败之施 总是应该 要有点自我的自我的检讨低调一点 可是 作为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院长 蔡英文敢用 那苏贞昌也敢耍 耍什么官威马干什么 啊 和那何况事后证明你是错的 你有你有道歉吗 就是 如果一个行政院长 笑的时候呢那个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但是呢要骂人的时候 像刀刀在切菜一样 摆出来那个腔调 当然你你你周围的这些的机要啦你的秘书靠你吃饭的 你摆出那个腔调的时候呢 他们当然很很紧张了 但是 对 正在 正在灾区如果今天徐真卫是出国了 徐真卫呢是 是 呃 是去泡泡泡温泉了 是 当花莲呢 台风已经上来了 正在下大雨的时候 整个整个花莲县 找不到县长 然后的县长隔了几个小小时之后的突然间的出现在某一个马马路口把记者带来告诉大陆你看这边淹大水了 我我我我讲的是当年淹大水时候的陈菊 那你去回想一下当年的陈菊 淹大水的时候不见蛋 那个时候民进党 是如何铺天盖地的去cover城区 政治 政党的政党政治的可怕 跟可恶就在于 如果你用双重标准 去处理同一件事情 党同罚一的情况 在你身上的表现极为明显的时候 政治就没有是非了 那大家呢就是每天呢 靠宣传搞恶斗 不管是街头上面的网路上面的 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最廉价 因为你只要把意识形态呢 吵得非常高的时候 大部分的老百姓的就开始晕头的晕头转向 就是继续跟着魔鬼的敌音跳舞 然后的进场去投票 对于真正的选举当中 显弦 选嫌语能的嫌语能 就忘记了 好了 我就国民党 不管是面对那面的蔡英文的乱讲 一通鬼扯一通 或者面对苏贞昌的官腔 我们哪现在好像松松闪的闪闪的 也也没有呢做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 我都我讲蔡英文是说蔡英文在 在在928的党庆大会上 蔡英文的用那种背后的很背枪背调的音乐 后排的站的那是他们的所有的这个立委的提名人 然后呢在 在在 告诉大叔呢 就是你要支持蔡英文2020要支持蔡英文 为什么支持蔡英文 因为你看 你们不要去支持支持一个 一个呢一个呢不敢了去跟了 去跟了去跟北京不敢去跟北京去呛北京 然后呢甚至于连 连武器呢战机呢都不都不敢买的 政党 他在讲国民党吗 可是我认识的国民党 买买就任内买的武器可多了 你现在蔡英文和买了很多的武器的这些案子的建案 都在马英九时候做的 是吗 只是到了蔡英文的时候 逐步落实 不是吗 那国民党也没有也没有声音啊 马英九办公室好像对对这件事情也没有的特别要讲话的味道 那苏贞昌更不要讲了 你国民党去年九合一选你不是大胜吗 你在地方上面你拿下了15个县市 除了15个县市之外 六都的议会你拿了五个眼 你的地方势力这么的强强大 花莲县呢 地方大人口人口人口少 看空间是大了 但人口的是小县 可是看的小县说苏贞昌在练练花莲县的时候 其他的县市长 国民党15个县市不是不是有县市长联谊会吗 对这种事情没有意见吗 没有办法集体对于对于苏贞昌这种派生扫 关枪关掉 表示一下在野党的立场跟跟看法吗 可有说真正拍关系 苏贞昌已经很习惯用这种的腔调 跟韩国瑜啦 去酸啦 去靠啦 我说的就是 政治人物到了这种的level的时候 那种讲那种讲话的腔调唐湘龙可以啦 我必须在媒体工作吗 我又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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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的背景 我也没有从政的企图 我谈事情 那有时候会有些批评 会有些的酸 有些的嘲弄 那个大概都 在媒体的环境里面就一个监督者来讲 我们讲讲共和使人沉默 专制使人 机缝 后面那句话是我是我家的啦 当鲁迅说共和使人沉默的时候 是说常常有人以共和以民主之名 把他当作是一件漂亮的外衣 但实际他们干的呢都是一些狗皮倒倒造的事 再倒过来讲 专制使人 机缝啊 当你的用用你的挥杀你政治的权力 已经跨过了红线之后 那些没有权利的人比如说唐湘龙 那我怎么办 我用机缝的方式去提 去提醒 让老百姓更有感觉 台风虽然过了 对台湾并没有造成怎么样的灾情 可是你却却看到政治上面的嘴脸 那种的那种的嘴脸 输30万票敢敢去接行政院长 你是在地方选举输的 结果今天呢当了行政院长回过头去呢对于这些 每一个都是合法当选的高票当选的县市长 指指点点骂东骂西 文王一怒安天下 真真昌 苏真昌 可不是一怒 百怒千怒 一天到晚怒 好那 这些属于 防灾 台风过后 所留下的政治口水 今天看起来在版面上面的 仍然的是 成为呢 大家的关注的焦点 你看到的比如说联络报吧 OK也是一样 防灾连不上线 苏魁又怒 自由 自由 中国中国时报呢 也 也是一样 苏真昌 防灾看颜色 视讯花莲出包 脸色 铁青 新竹市 没有放放假 缓较说 尊重 好 那自由自由时报的标题呢 秦工法立法院呢 明天呢要排 要排审什么叫秦工法 国家情报工作法 修法版本 那秦工法的立法院明天排审 涉及到共谍案的终身追溯 这个终身追溯啊 大概会让以后 所有人 在两岸两岸之间活活动 大概都会 那不只是寒蝉寒蝉效应啊 每个人心里面 都住着 以前我们说住着小警总 心里面的都安放着警总的牌位 就是老大哥 但是 以后的每个人心里面的都要安放着 民进党的牌位 早晚三炷香的要 抹拜 你不小心你得罪了民进党被扣上一个帽子之后 还不是定罪坐牢啊 只要扣上一个帽子 你 唯一 违反了国家情报工作法 你涉及到共谍 只要呢 寒沙摄影视的说你是共谍的时候 终身追溯 一辈子到哪里 你有本事你就不要再进台湾 进来做就就逮你 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一个条文 他跟黑名单有相同的效果 民进党的是靠对黑名单的控诉起家的 在那个戒严的时代 你如果看不懂这个条文 你如果看不懂这个呢国家情报工作法背后的含义 除了呢继续蔡英文从今年初以来 单挑北京 两岸对打 然后呢借着两岸的紧张的关系 廉价的拉抬自己身世 去年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蔡英文大败 是因为老百姓觉得你民进党 蔡英文做的烂透了 烂到 连赖清德 都要离开行政院长 赖清德一月份离开行政院长 为什么 你记不记得赖清德离开的时候的讲话 你记不记得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最后呢都必须要 许多要参选人都必须要回头 下造罪己 民进党做的不够好 那民进党做的不好 十项的公投案民进党全败 可是 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突然间 2020支持蔡英文 台湾人是吃错药了吗 你去年九合一选举 这两件事情总有一件事情是是错的吧 除非你说 去年九合一选举我们都都选错了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支持民进党支持蔡英文 去年民进党的大败 民进党很清楚的都把账算到蔡英文身上啊 所以党主席才会换啊 那为什么今年蔡英文突然间 又变成是民进党的共主 台湾未来的希望 然后大家都应该把票投给蔡英文 什么毛病啊 蔡英文从今年初以来 选选举的招数 不只有一个了把自己包包装成辣台媚 那我一直讲说辣到底是辣或者真大辣中辣小辣 或者是辣 那个媚好像听起来有点恶心 那那个辣台媚 跟 跟 待会我们会稍微稍微谈谈到的 吴钊燮的大哥哥 你知道是异曲同工之妙 就这下这种老男人老女人都比我老的 那就是那种的言语当中 不晓得就是 哪哪哪来的这种的从细胞里面跑出来的肉马 你这辈子有 有叫过人家大哥哥 小美眉小小美眉会啦有的时候的我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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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的真的是像我这种已经是已经是阿公级的 碰到碰到碰到很小很小的小小妹妹 小妹妹 会的 但不会去自称吗 也不会去去称呼呢明明的跟自己的辈分的差不多的 好那蔡英文是自己说自己是辣台媚基本上面 就是扛着反反中的旗号 一路走你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工作法的 修法终身追溯 我告诉你终身追追溯 就是今天我找扣你一个罪名之后 你一辈子不要想进台湾 那就是黑名单 那是最简单的黑名单的方式把黑名单合法化就会在这个法律条文里面 你国民党你今天所有的在台湾生活的 如果你真的呢跟着喊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 喊的正天嘎响的 如果你你对于 涉及到供典 终身追溯 这样子一个条文要入法 如果你没有你没有感觉 那我只能说你是白痴你根本就不及格 进广告 8点34分48秒 我想我想快一点 希望把一些把些该谈的呢都谈到 好了 那吴兆宪的称称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日本的驻台的代表代表就就代表了也不用也也 也不用这么惨媚叫人家大使 因为 就就没有承认你吗 你跟日本再好 日本就不会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美国的今天不管了怎么样要要去恐吓 跟台湾剩下的这15个邦交国说你们绝对不可以再跟台湾断交 但是 没有用吗 美国也不会跟台湾建交吗 你说那为什么不会 为什么之前讲一套做一套 除非在国际社会这这些国家都不想混 什么都不想做了 我只要像现在的 现在已经10月1号了 联合国的会议要结束了 在联合国会议里面 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的设计里面 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有否决权的 不管是日本印度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都想说为什么只有五个 今天都已经是G20了 那为什么只有这五个他为什么不能够开放更多一点 常任理事国为什么不能够让日本让让让让让德国让印度让巴西 我们也想成为常任理事国啊 我们也很大 但是联合国就是联合国 绝大部分联合国地球上大部分的事情都必须要这五个国家 最好是有共识 起码不要有反对 那从大国政治的角度来讲 你只要想到联合国的体系 全球治理的体系 这些真正 在全球有利益涉入的国家不管叫做日本不管叫做美国 他当然 必须要跟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国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台湾面对的现实 好但是 吴钊燮 大哥哥 小弟弟 特别是特别是 男人 没关系你就你就 你就你就把我当当作是一个 是一个男性的沙文主义者好了 男人有男人的样子吗 男人有男人的语言的元元素 我不知道 当你认为你是性别当中的男性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女性或者是中中性第三性另当别论我我尊重了我是说 如果 你在性别当中 你是认知你是所谓的男性的时候 mail 那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叫过其他的男性 大哥哥 叫大哥有啦 叫哥哥有啦 叫 大 哥 会叫大哥哥的大概是跟你很亲密的在跟你signi的 你的 或者是 有有求于女的 因此呢对你惨媚的或者服务你的女生吧 signi 极端的signi的时候会就是 当你用大哥哥的时候 从中文的语言里面来讲 就充满了那种的 叮劲 到底在叮叮什么吗 就是 记得以前 以前 以前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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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的祖秘 那个叫 庄国荣的 以前杜正胜的那个那个机要 骂马英九 就是骂马英九觉得马英九娘娘腔 小闹闹 就觉得马英九的不够man 在民进党的语言里面是直接的会会有这种的 性别性别暴力的 那个时候的庄国荣 在事后他要回政大马英九呢还 还帮他呢 还帮帮他的美言几句 那个是马英九啦 这不是重点 我是说 庄国荣看到 看到吴钊燮听到吴钊燮讲话 尤其是写写在正式外交部送给人家的 纪念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牌牌子的时候 白纸黑字写在上面 做何感想 不是你 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必须要知道你起码要要知道什么叫做角色 这政治学学上这政治学上面的各种的分分分分分析理论很多但有一种理论 叫角色理论 角色理论就是 你在什么位置上面你今天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 你必须要 你你必须要接收到那个角色的期待因为 大部分对那个角色是有他的expectation 以及 在那个角色上面 他有他的规范甚至有他的语言 那这种的角色的期待就是你要知道你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角色要超过你这个人 你是谁不重要你照说你叫做吴钊吴钊谢你叫做你叫做吴什么什么 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是你是外交部长 你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或者你心里觉得说什么中华民国我我是台湾国的外交外交部长 anyway你你是外交部长当你是外交部长的时候 你的用语 就非常的重要 就算你心里面 你真的就有这么这么强的 这么强的 情数 也或许 吴钊谢平常 大哥哥大哥哥三三三个字 他就是吴钊谢的语言的元元素可能 当你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不能收敛一点 尤其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你说 口语当中来讲如果如果真的你就是一个 一个 很 很 的外交部长 算了没没关系有的时候会了 啊 有一些的男生 虽然 性别上面被分类为男的但是他的自我的认知 或者语言外形 肢体语言 可能 都不是我刚刚所说的mail的那样子一个定义的范围有有可能 吴钊谢或许说我多我就是我不知道 但是当你是外交部长的时候 什么外交部长的样子 特别是对对日本台湾人对对日本的情数跟情节是很复杂的 我常讲 今天的今天的香港的香港的反送中 只不过是 脱离了殖民地之后的对于那种的那种那种殖民时代的情调 对殖民时代的情调的那种的过于浪漫式的回忆 但是 又不好意思讲 因此呢小小的包装一下 但是在街头的时候呢又忍不住要把呢要要要把要把那个殖民母国英国的旗子 拿出来灰呀撒然后呢把美国的新条级拿出来灰呀撒 只要不拿五星旗就比较高级 那种的殖民的 对于对殖民时代的那种的情调的 悠长的回味在香港的这一这一波的街头的抗争里面 那个非常的明显 如果你对于 发生在19 1947年 民国36年的228的当时的背景 如果你 你很小你没有经历过你无从想想 算时空环境不一样 但是那个气氛 你想想看现在的香港的街头的气氛 跟在当时 民国36年 在台湾台北街头气氛区是一样的 脱离殖民地之之后 生活的情况 社会秩序 或者既得利益者被剥夺的利益 纷纷不平的那种的 那种的希望寻找寻找出口的动能 要找一个呢投射对象的时候 对新来的统统治者强烈的 反扑 他既是一种的 发自内心的 讲不出来的情绪 他其实 也是一种 在政治选择当中的莫可奈何 好呢 台湾在面面对面对日本 民进党常讲说我们现在的毒呢是天然毒 不要在在在鬼扯什么什么叫做天然毒你就在韩国同样是日本的殖民地 我我常做最简单的比较就是韩国有天然毒吗 韩国只有天然 同 同样是日本的殖民地 台湾常说我们在日据时代的其实我们受很多苦被日本人的抓到南洋去当军夫 很多的很多的长辈的死在南南洋 包括呢 之前的这所罗门断交的时候 前几年也有人的到所罗门去祭拜去召魂呢 算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台湾人死在所罗门群岛 不知道 但是 只要是南洋 祖岛有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 台湾人为了把自己跟日据时代的那种的历史连结勾得紧一点 日本人曾经在南洋的打打过重大战役的死伤惨重的 台湾人的都以日本人的后裔的身份去去召魂 但是我问你 韩国人都没有都都没有死在南洋的吗 朝鲜人都没有死在南洋的吗 还是日本 在发动二次大战的时候 只征召台的台湾人不征召 朝鲜人 白痴啊 朝鲜人死在南洋的也很多啊 死在中国战场的也很多啊 那为什么战后的人家人家就没有天然毒 就没有天然寒毒 南韩也不毒 北韩也不毒 南韩跟北韩 不管你在哪一个韩不管在制度上差异有多大 发展的落差有有多大 战后的经过了几个几个世代 一样啊 二战是同一天结束的 朝鲜跟台湾是同一天的解放的 解放完之后今天的南北韩 或者过过去的南北越或者东西德 你为什么不会听到德独 阅独 韩独 你说越南已经统一了 德国已经统一了算了 一个在七零年代统一 一个在一个在那八零年代统一 算了 那韩国呢 是 韩国人的脑袋构造跟我们就就不一样 所以我国家今天 比台湾发展的好 比台湾强大 不是这个原因吗 基本上面 就只是今天在台湾岛内宣读的那一群人 除了呢受到了外在力量的影响 你难道不不是受到日本残余力量的影响 你难道不是受到美国的帝国主义在台湾 长时间的基于呢跟跟中国共产党搞对抗 把台湾 把他当作是 美国的对抗 中国 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最前线的基 基地甘为美国的马前卒 长时间 自我异化 所产生的那种的特殊的民族感情 使民走了 103岁过世了 人有人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情感 有自己的名额民族的认同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尊重了 但是从一个民族国家情怀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告诉我今天韩国有很强大的寒独 主张三三十八路线一化之后的以后呢双方面 南南北韩各国各的 你如果有你告诉我 那那为什么台湾有 那个是教育的问题 那个人是长时间 有一些殖民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当殖民时代的既得利益被剥剥夺多了之后 用各种的方式的包装 把自己的抗争和合理化 那其实无非是缅怀自己 在殖民时代 吃香喝辣的 这里面当然包括了苏贞昌 苏贞昌 刚刚讲苏贞昌苏贞昌院长如果要告我 之前既然你都已经记了纯纯纯信函 都已经记到TVBS记到邵刚在战警市 要唐强荣要跟正 我没有跟正吗 我还是再三的讲 你苏贞昌家里面 就是汉奸第一代有什么好客气的 那 这些 你可以说都过去了 可是眼前 当你说天然独在操作台独的时候 跟香港的问题其实一模一样的那都是 殖民殖民时代结束了之后 自我异化说所产生所自我异化的不断的自我催眠 然后找一些的理由 香港要追求自己在制度上面某种的自治权 我支持啊 我觉得任何生活在一个 一个相对的 可辨识的 政治环境里面的一群人 如果对于自己的 经济主张政治主 主张文化主张 如果有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就提看法并没有问题啊 台湾也一样啊 但是不要自欺欺人吗 好今天当然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新闻在台湾不见得看得到了 我也在我也在在等大陆的 北京的阅兵已经开开始了 我我现在当然没时间看我待会再开 这是新闻今天新闻的重点之一了 但是 我说你看到最近很多的荒腔走版 不管是蔡英文的辣台妹不管是吴钊燮的大哥哥不管是苏贞昌的内内内那种的天天 天天要不然就是就是皮笑肉肉肉不笑要不就是吃牙裂裂嘴的 假装生气 那个其实都都是在政治上面的意象 就让台湾 台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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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常常就会被转移注意力 进到一些的细微末节上面 没有办法对一些的基本的 基本的原则或者大的课题 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的追踪跟讨论 那我在媒体工作了 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也会觉得那我失职 好我要我要进一下广告进广告之前的时候 如果 你 你听到蔡英文听到民进党政府说我们的经济是20年来最最好的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 昨天的这个就说 呃台湾经济研究院台湾的经济研究院 除了我们的主计总处之外 台湾经济研究院或者中央大学 那每个月呢都有他们固定的 就是说呢财经的数字的追踪 总体经济数字追踪 那台湾经济研究院 公布了8月份的制造业的景气对对策信号 8月份的景气灯号 这是制造业的 台经院公布的 这不是主计总处公布的 政府的景气对策灯号 他是针对制造业 制造业连量时刻衰退的蓝蓝灯蓝灯就是到底了啦 连量时刻 如果制造业量时刻 你告诉我说 经济是好的 警气少 我一直提醒就是说 今年除了投资增加 而那个投资 是在中美贸易战下面来讲大量的台商重新配置 配置 他的他的 生产要素 所产生的短期现象 中美贸易战如果结束或者缓和 或者 台湾 两岸之间关系紧张 这些的资金照样跑 尤其你要留留意的 两个关系如果持续恶化 他不是只有什么 自由行砍掉 团克减半 或者说是 是 呃 金马奖 不来 不是只有这 这样 我关心的是 两岸的直行 还有我更更关心的是 ECFA ECFA明年10年就到期了 ECFA 续 还是不续 那个时候谁要开 是 北京在那边等你 就说你 你 那个时候不管是蔡英文政府 如果还是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政府是要跟北京说 我们我们希望呢 ECFA能够再继续 你要不要现在先表态呀 选钱先表态比较有意义呀 不要当选之后再再再说 或者落选之后讲风凉话说我我早就已经讲了我不要我不要序了 明年ECFA到期之后 两岸的ECFA 500500多项的在ECFA当中适用的产品 包括呢18项的农产品到底序不序 讲一下嘛让大家知道你的态度 不要 嘴巴上面骂 私底下面 又希望这些好康的好处都能够继续下去 不敢得罪农民 不敢呢得罪这这些呢 这些呢制制造业 讲清楚一点 ECFA是我在在注意的 这个对台湾的未来影响是很大的 到底序 还是不序 进广告回头聊 好8点55分 19秒 昨天 因为 929 那那场的在台北街头的游行活动 呃 民进党全力动员着之后 有没有1万人啊 我我都怀疑 好那何韵诗呢 这位加拿大籍的 在香港讨生活的歌手 被泼红漆 那泼红漆事后知道呢这个是 这是 触统会 在那场的活动当中 来卧底的 来搞小破坏的 泼红漆两个呢被逮到 好吧这种的情况在台湾过去 如果以统独双方来来讲 我们我们也不要客气 也不要也不要装 就就是务实一点讲 独派对于所有的统派或者说非独派的攻击 那不只是泛滥遏止而且频率高太多了 但是 今天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讲话的美 一个人 你回头先检视一下 你过去是怎么讲的 你过去是怎么做的 好一点的 是沉默 糟糕的事是说的党同伐异 只要是那独派攻攻击的 不管是 去 蒋公的 林寝蒋介石林寝破红漆大肆破坏的 跑给了在当地的这些呢 这些警察 就说呢这些人的随随随 追的管理人员追的 然后出来宣称自己胜利 是我干的 或者是故宫南院的去砍瘦手的 或者去各个学校里面 各个这些公园里面去砍 砍蒋介石 同向的 每个都是英雄 这里面将来有很多都都可以去从政啊 大概从政大概都加入民进党 但是 你看李成龙去砍个八田羽衣 哇铺天盖地的骂 赖清德不得我不止骂 含泪血血性跟日本道歉 虽然赖清德没有用大哥哥 但是 意识形态在决定你的一切吗 更离谱的是是司法 这两个人 破了红漆之后被逮到了 第一时间检方竟然 竟然深压禁建 又病啊 这样子就深压禁建了还好呢法官英明 最后两万的交保两万交保我我不是说这种事情我们就跟他轻放那是何运事跟跟他这件事 好小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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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